最爱美剧天花板侦探迪斯基震撼来信 从2014年第一季开播以来 他就成了HBO的王牌神剧 迪斯基开播至今 霸榜每周全球口碑聚集榜第八连续三周 更何况这一季 由奥斯卡影后朱迪·福斯特作证 要知道 如果不是好剧本 根本请不动它 除此之外 女子拳击界王者 两度拿下中量级世界冠军的卡丽瑞斯 也是聚集的一大亮点 双女主强强联合 他们面对的会是怎样离奇诡论的案件 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故事发生在 即将进入极夜的阿拉斯加州 数以百计的迅鹿正在高山之点小气 不远处 猎路人的枪口悄悄对准了他们 太阳完全沉没的前一刻 迅鹿们突然疯了一般 奔跑向悬崖 而后 齐刷刷纵失音乐 像是感受到某种召唤 这片病原上 有什么比死亡更令他们惧怕的东西 萨拉尔研究所 几位科学家 曾经在轻松的生活中 有锻炼的 记录数据的 还有洗衣服 以及研究美食的 一切看上去如此平淡 直到某个人浑身颤抖 回过头说出一句 他醒了 永夜第三天 研究所补给人员前来运送物资 整个基地没有一个人出来签收 他疑惑地下车查看 四周静悄悄的 诡异的黑影飞速在前方闪过 他循着终结来到大厅 这里不久前 还有过生活的痕迹 但人都去哪了 更可怕的是 桌子底下 竟然还有一截断裂的舌头 警局局长利兹闻讯赶来 警员汉克和他的儿子彼得 报告了情况 萨拉尔研究所已经运转18年 八位科学家来自于世界各地 联系家说要耗费很长的时间 他们的汽车停在车库里 肯定不可能出院门 手机全都放在室内 即便是去附近散步 也不会每个人都不带手机 现场怎么看都觉得 他们只是去上了个洗手间 就突然不见了 可流言板上诡异的依据 我们都死定了 让利兹一时扳回也没有头绪 汉克认为 三明治理的火腿很新鲜 可能他们只是临时有事外出一会儿 但利兹的看法和他相反 加工肉制品可以放到天荒地老 火腿根本不能作为参考 道士里面的酱汁早就不新鲜 这些人至少失踪了48小时 警方来晚了 一切的突破口都在那截断舌上 上面有铁鱼线留下的痕迹 这边的原住民捕鱼室 经常会有这个动作 利兹曾经的搭档纳瓦 也对这截舌头感兴趣 其一是他六年前接受过一起 原住民女性安妮被害案件 她的舌头被割断后 不翼而飞 很可能就和这起案子有关联 纳瓦太执着案件 被当时的领导汉克 降之为周警 每天负责的都是一些小案 这天他接到报案 男人醉酒后骚扰前女友 被前女友闺蜜打趴在地 醒来后的男人 当着纳瓦的面还要继续冻粗 不过三秒就被制服 就在此时 纳瓦接到电话 得知断食的事 赶忙赶去找利兹了解情况 却被无情驱赶 利兹接到电话 女儿丽娅又在学校认识 她和女友拍的影片 被女友母亲发现 利兹承受了对方的怒火 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程的路上 一直在恨铁不成钢的 和女儿说教 劫持而来的一辆车 吓得她赶紧踩下刹车 好在没有出车祸 酒鬼怠息不消停 被喊下车还喋喋不休 说着自己失恋了 利兹没办法 只能先将她押回警局 纳瓦这边 找到了六年前 案件受害人安妮的哥哥 六年前 安妮抗议矿业开采 要求关闭矿场 可当地有接近一半的人 都在矿场谋生 机场抗议在她被谋害后停止 至今都是个悬案 纳瓦想查 也不知从何查起 居安妮哥哥回忆 她没有提到过 研究所的任何事与人 然其案件是否有关联 谁也想不清楚 谈话进行到一半 好友打了电话 说她的妹妹歇斯底里 闹着报警 坚称公寓有人闯了进来 妹妹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病 每次都会莫名净妙发作 偏偏她不肯承认 也不肯去医院 纳瓦只能工作家庭两头跑 其中有多辛苦 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丽兹查到 萨拉尔研究所的经费 大多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 医生尖叫打乱她的思绪 丽兹赶去查看 刚好撞见汉克不堪其扰 想要放行酒后的戴希离开 她重新将戴希关进拘留室 问些汉克关于六年前的血案 这些资料都是由汉克负责管理 可她显然被放在心上 只是随便应扯了几句 彼得的孩子躲在桌子下 画了幅奇怪的话 妻子对内容略有耳闻 似乎和当地某个传说有关 彼得没有在意 加上这些天一只出警 来不及和妻子好好说上一句话 正准备温存一番 丽兹又打了电话 让他赶紧去汉克家里偷资料 汉克脾气古怪 对儿子也是如此 彼得只能假装要找小时候的照片 编造了好几个借口 将汉克直开 在仓库里找到丽兹的资料 他刚将资料扔到窗外 汉克就走了进来 还好彼得早就准备了照片 才没引起汉克的怀疑 作为交换 例子向彼得讲述了那桩悬案 安妮是一名助产士 因为抗议矿场被害 身上有32个 被不明瑞奇戳出来的心形伤口 舌头也被割掉了 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纳瓦 他最忍受不了女性受伤害 自从看见安妮的惨状开始 纳瓦就下定决心要破案 太过走火入魔 有道不该惹的人 被汉克降职 从此不得过问这起案件 纳瓦刚和男友约会结束 走在大街上 听见人家对女性出言不逊 想都没想 直接把买了的酒 倒进那人车里的邮箱 开车回家途中 他一直在想安妮的案件 可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只 硕大的北极熊 挑衅般看了纳瓦一眼 便扬长而去 只会他一人在原地发呆 例子也不好过 女儿整天不务正业 一门心思都在打听各种案件 好不愈红走女儿 刚躺床上睡着 感觉到失去孩子的手 抓住了肩膀 翻身一看 却空无一无 而床脚下 放着一个北极熊玩具 例子睡意全无 他将南起安妮的资料 摆放整齐 试图能获得更多 被遗漏的线索 加起来总共上千张照片 每一张都逐个细看 好在辛苦没有白费 他还真就发现 安妮和失踪研究人员之一 克拉克穿过同款外套 只不过安妮的那一件 商标被剪掉了 他刚抵达研究所 准备寻找线索 就遇到同样放不下 安妮的纳瓦 例子大方分享了 关于外套的信息 克拉克是唯一 有单独房间的研究人员 但这里并没有 找到外套的痕迹 不难排除他失踪时 还穿着那件外套 六年前安妮的案子里 验尸报告指出 凶手气失后 狠狠地踢了安妮 导致他的牙齿和肋骨 全都碎裂 还割下舌头 让他永远都不能说话 然而从事搭档 协力查了好几个月 始终没找到突破口 时间过去这么久 想用研究所的案子 找到杀害安妮的真凶 又弹劾容易 例子接到彼得电话 有人报案 找到了研究人员的尸体 报案者叫罗斯 本地人 据说 几天前他在院子里 清扫猎物时 死去的丈夫出现在视野中 像是要引导他去什么位置 他戴上手电筒 跟随这个本不该存在的人 顶着北极的寒风 不知前前了多久 丈夫给他表演了一段舞蹈 随后右手指了一个方向 罗斯又顺着那个位置继续走 看到眼前的一幕 毫不犹豫地抱了紧 失踪的研究人员 被埋在雪地里 他们全都赤身裸体 眼睛被雪灼伤 耳膜破裂 满脸血迹 其中一人的额头上 有个神秘符号 最圣人的一个 还挖出了自己的眼睛 和如此惨烈的死状相反 他们的衣服 全都整整齐齐叠在布演处 对于利兹来说 这将是个很难搞的案子 这里没有法医验尸 其余的警务人员又很业余 有的拿着电锯 不小心割坏尸体 有的在一旁拍照 有的还摆下了尸体的手臂 利兹正要发作 断手的研究员 突然尖叫着醒了过来 利兹赶紧命运 将他送往医院 护士打来电话 幸存者状况并不乐观 很可能有节制的风险 目前还不能接受询问 利兹找到老朋友 布莱斯的教室 强行让孩子们下课 向他打听关于萨拉尔研究所的事 布莱斯是地质学家 不太了解萨拉尔研究所 但他听说 里面的研究员都是科技矿人 从不去镇上 也不接待访客 隐居在那里长达几十年 就是为了研究一种 可以阻止细胞衰竭的微生物 一旦成功 就能治愈癌症和各种传染病 造福全人类 此时对讲机传了紧急讯号 让利兹赶紧回局里一趟 另一边 纳瓦找到罗斯 得知他的丈夫 早早患上了白血病 为了不拖累罗斯 丈夫悄悄地离开 跳进了冰层 在那之后 罗斯偶尔就能看见丈夫的身影 他知道有些人 天生就可以见到王者 这种事在本地很常见 只要分清楚 王者的出现 是因为思念 还是想要告诉故人某些重要的事 或者是要带谁离开 就没什么好怕的 离开时 罗斯问琴纳瓦有没有注意到 尸体额头上的神秘符号 这个符号的传说 甚至比小镇的存在还要久远 案件太恶劣 惊动了丽兹的上司 他以当局没有足够人力 和见识部门为由 要将研究所案件转到其他局 丽兹不服输 拿出警局法规目录 上面明确规定 冰冻遗体不可随意移动 要先以38华氏度恒温妥善解冻 解冻时间大概需要48小时 至少在这段时间以内 案件还是属于丽兹 能满足解冻条件的 只剩下小镇的溜冰厂 负责关于溜冰厂的是一个女人 虽然她跟例子有些不对付 但听说了关于几个研究女人的案件 还是勉为其难 答应将溜冰厂借给她 又特别声明了一句 她这么做 只是因为爱这个小镇 于是 在小镇居民惊恐的注视下 被塑料膜覆盖的尸体 缓缓拉向了溜冰厂 天恒地动 尸体上的冰雪 融化得极为缓慢 不过还是依稀可见 尸体身上有些许齿痕 死者生前似乎咬了自己的手 每个人指尖开始发黑 表情看上去很惊恐 就像临死前正在躲避 什么可怕的东西 纳瓦不请自然 询问起案件的事 还给丽兹看了那没奇怪的符号 这个符号是安妮的纹身 跨越6年的良情案件 肯定有联系 纳瓦想和丽兹重组搭档 合作破案 可丽兹脸色一变 随即将她赶出溜冰厂 纳瓦碰了碧 只好再次找到安妮哥哥 给她看了研究人员克拉克的照片 可哥哥也没有半点头绪 倒是哥哥在矿场的同事 看到照片的心情突然变了 此时酒馆内有人闹事 打了起来 其中的原因 纳瓦听男友说起过 跨越开采导致矿场附近水污染严重 有些人家里的水都变成了黑色 或许这就是为何 6年前 安妮要拼命抗议 丽兹比对了现场的指纹和DNA 其中一只鞋子上的指纹 暂时还没有差到匹配结果 几名死者身上的所有伤口 都可以解释为 由于失温产生幻觉 导致他们自身产生不理性的行为 至于全身赤裸 也是因为严重失温的人 反而会觉得热 所以脱光了衣服 黑有几点 例子无法理解 他们为何要扔下手头的工作 结伴跑去雪地上 一记额头上的符号 是什么时候画的 又是谁画的 并且现场只找到了三双鞋 谁会没穿鞋 就往雪地里跑 其余的衣服 又是为什么要折起来 假设案件里存在凶手 他为何要把衣服折起来 除此之外 彼得还在死者手机里 发现了一段视频 画面里的克拉克浑身颤抖 回头说了一句 他醒了 例子和彼得缤分两路 他询问研究所的清洁工团队 彼得就从布警员那里打探消息 可不管是安妮 还是那个神秘的符号 清洁工都没有印象 倒是布警员觉得 克拉克这个人精神不太正常 好几次看到他 都是全身赤裸 两眼空洞 并且布警员还在克拉克胸前 看见过这个神秘的符号 彼得追查了研究所的经费来源 是由一家隶属于 塔特尔联合的机构赞助 最佳机构业务广泛 电玩 科技 船员什么都做 只是不知他和研究员的死 是否有关联 女儿丽娅在彼得家里做保姆 到了下班时间 彼此赶来接她回家 意外发现彼得奶奶 正在给丽娅 画一种原住民的纹身图案 她没有顺从丽娅的意愿 擦掉图案 刚回到家 又收到女友来信 偷偷瞒着丽娅 翻出窗户和女友约会 节日将至 丽娅在楼下装扮上诞树 再次看见那个北极熊玩偶 失去儿子的记忆 瞬间涌进脑海 她将玩偶放回原处 舅舅无法平复心情 片刻后 她来到上司家中 两人的地下情 维持了整整15年 可这种关系 也无法说服上司 将案件留给她 而丽娅敏锐察觉到 上司是想隐瞒这桩案件 费尽唇舌 都不能改变这个结局 丽娅怒火中烧 禁止离开 彼得发来 克拉克的银行账单 查到安妮死后第四天 克拉克在一家资金店 闻了那个神秘的符号 据文身诗回忆 当时克拉克还有点难过 这个资金 安妮身上也有同款 两人之间的关系匪浅 再加上研究所 发现了安妮的断绳 可能真的和纳瓦说的相同 两人其安妮明明中 有什么联系 对此改变想法 要和纳瓦合作 纳瓦也大方共享了线索 他曾找过安妮哥哥的同事 一番切而不舍的追问后 得知七年前 克拉克曾向同事表弟 买过一辆房车 那辆车停在 公园隐秘的角落 桌子上放着一些动物骨头 安妮的手机 也在房车的柜子上 随处可见的诡异图画 让两人心头一震 更恐怖的是 床上还摆放着一个人偶 正对着天花板上的神秘符号 彼得打了电话 通知丽兹 尸体出了问题 冰雪解冻得差不多了 可里面只有六个研究人员 除了被送医的那个之外 还差了最后一个人 克拉克 如果克拉克还活着 那么他将是安静的重要嫌犯 接到消息的汉克 召集大部分平民 在冰原上收索克拉克的身影 纳瓦提醒他 一定要留活口 但汉克根本不以为然 丽兹调出克拉克有关的证物 让彼得联系周警 要调用纳瓦一段时间 彼得好奇问起 两人之间的关系 这才得知 几年前 他们因为一起安静决裂 凶手叫威廉 典型的坏披子 残害了好几名女性 出狱后将新女友打到住院 可女友不肯报案 警方也没有办法 最后一次 丽兹和纳瓦赶到时 女友已经停止了呼吸 威廉挑衅地冲着两人吹口哨 当着他们的面了解 纳瓦无法释怀 他冒得很不愉快 直到安妮的事发生 他被调去做周警 这段关系也算彻底结束 纳瓦独自搜索时 遇到了怪事 他将兜里的橘子扔了出去 可橘子却远路滚了回来 还伴出了一阵低沉的求救声 正疑惑着 无线电传来呼叫 让他赶去和离子会合 整整十九枪证物 两个搭档携手 一一翻越着不嫌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通过几张照片得出结论 2016年时 克拉克和安妮就已经是情侣关系 可问题是 塔莲爱尔而已 为什么非得偷偷摸摸的 然而大多数照片 都是自拍的角度 唯一得有一张属于他拍 说明还有第三个人知道这段恋情 其中一张照片 沾染了安妮的染发膏 小镇上能染这种发色的 只有一个叫苏珊的理发师 他和安妮关系不错 据他所说 安妮高中时 反复梦见过一个神秘符号 不堪其扰 门在身上后 梦才停止 苏珊经常会去研究所帮忙理发 有一次 安妮非要跟着一起去 因此结识了克拉克 苏珊没觉得有什么反常 毕竟他也在和一个 叫做奥利福的研究人员交往 不过奥利福在安妮遇害前就辞职了 这些线索 苏珊也曾向汉克提供过 调离纳瓦 隐瞒重要线索 他为何要这么做 难道是吃了矿场的好处 当年安妮和矿场对着干 却忽略了大半居民 都是靠矿场谋生 后来他被杀害 汉克压下案子 这么想 好像一切都说得通了 可机械室和克拉克 以及研究所之间 又会有什么关系 然而气势汹汹杀到溜冰场 看汉克这漫不经济的态度 拉瓦珊也跟他打起来 粒子也气得泼了他一杯水 让他赶紧从眼前消失 眼下最棘手的问题 是局里面没有见识人员 不过彼得 倒是有一个亲戚是兽医 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纳瓦找到男友 让他帮忙打听 关于奥利福的事 作为交换 男友也要听他的坦白 关于他小时候的经历 纳瓦本不想同意 可又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说起自己一家 都是小镇原住民 父亲殉疾又暴力 导致母亲患上精神疾病 虽然后来及时带着纳瓦和妹妹离开 可有一次出门时 母亲遭人杀害 至今凶手都没有找到 更不幸的 是妹妹也患上了 和母亲一样的病 告别男友后 纳瓦在边缘上 看到一个小孩的身影 刚想追过去 却突然滑倒 醒来时 一双小手拍着她的肩膀说 告诉我的妈妈 直到这时 纳瓦才真正醒来 她接到电话 对方说妹妹突然一阵尖叫 然后慌张地逃离房间 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纳瓦太了解妹妹 很快在一艘旧船附近找到她 望着被疾病反复折磨的妹妹 纳瓦心如刀角 只能抱着她不断安慰着 彼得忙完手头的工作 捏手捏脚回了家 却在上床时 不慎吵醒妻子 以及楼上的孩子 这段日子以来 彼得全身心扑在案子上 对家人授予关心 妻子心里满腹怨言 然而争扎不下 彼得又收到黎瓦的短信 让她抓紧调查奥利夫 一时间 彼得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矫正部分居民举办了集会 黎瓦的女儿丽娅也赶来参加 他们抗议过分开采旷野 造成水源污染 甚至有几位居民饮用了污染水 不幸夭着 听到这里 丽娅也低下头 和众人一起慕哀 丽子将没来得及处理的食材 全都放进冰箱 楼上传来响动 她去了丽娅的房间 看到外套上的图案 明白丽娅也参与了抗议的活动 丽子瞬间想起安妮的下场 一怒之下 将丽娅拖进洗手间 逼她洗干净脸上的符号 彼得请了受益验尸 得出结论 一般洞子的生物 此乡看上去都很祥和 但就研究人员 猙獰的表情来看 他们应该在冰冻前 就已经死亡 书一曾看到过 受惊吓而死的训路 和研究人员的状况很像 只是无法做尸检 确认不了他们具体的死因 目前只能推测 死于心脏麻痹 好在纳瓦终于查到 奥利福的信息 他住在北岸的烂人营地 奥利福很不欢迎警方 紧握着枪 威胁丽子两人赶紧离开 可当他得知 研究所里的人 全都死于非命 孙庆突然变得紧张 却也不肯透露更多信息 就像逼两人离开了营地 幸存研究员已经苏醒 由于身上多数截肢 他的情绪非常激动 利子问及案发 那晚具体经过 幸存者只说了一句 我们吵醒了他 此时医院走了一阵喧闹 利子敢去查看 幸存者突然坐下来 告诉那晚 母亲向他问好 之后有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躺在床上抽搐 等到利子赶回来 他已经陷入昏迷 彼得破解了安妮的手机 他在冰冻里拍了一段视频 重复说着找到了什么东西 而后 只传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对于安妮 曼瓦其实也不太熟 只记得以前接到过上级指令 要去一家私人诊所逮捕她 安妮不慌不忙 提出要帮孕妇接生后才能离开 看见一群女人都围在房间帮忙 那晚也很快加入她们 为女人打来热水 幼儿出生后 现场一片借景 久久都没听见她的哭声 还是安妮为婴儿做了心脏复苏 啼哭声响起 终于选择的心才终于放下 这时 安妮失忆 她可以跟纳瓦走了 那是安妮生前和纳瓦唯一一次见面 可纳瓦能感觉到 她是个善良的女孩 绝不该有如此惨痛的下场 丽兹放来夫妻无法入睡 满脑子想的都是那段视频 安妮在冰冻里找到了什么 视频里牵着骨头的化石 又是否和案件有关 她想了想 决定去一趟警局 彼得打来电话 上次提前派了人 准备将尸体运走 丽兹临时改变计划 前往溜冰场 途中又遇到纳瓦的妹妹 只穿着单薄的内衣 在雪地里静言自语 纳瓦接到消息赶来时 妹妹的精神恢复得差不多了 丽兹和她更担心的 是研究所的案子 可能会被上司转走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刚回到警局 上司就找上了门 不过除了抢案子外 她还表达了对丽兹的关心 矿场斗殴事件频发 溜冰场发着尸体 就好险因人下落不明 如果她不来控制情况 真不知道 丽兹会不会崩溃 得知研究员 都是死后被冰冻 上司没有在意 安妮的视频她提前看过 不过也只是提醒丽兹保密 不要深究下去 彼得调查得知 有一个叫欧提斯的德国男人 和研究员有过同样的伤势 他没有任何就业记录 连住者都没登记过 却有一长串 妨害治安的前科 两个月前还被治安警察抓走 出狱后她就消声匿计 想找她 无疑于大海捞针 更何况 负责找人的汉克也没空 她网恋了一个女友 两人本来说好圣诞节见面 今晚她捧着玩偶 在鸡城倒了好久 直到最后一套航班关闭舱门 都没见到女友的身影 汉克觉得 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或许是家人病了紧急送医 才不能复约 不过彼得倒是认为 她应该是被骗了 那晚意识到妹妹的状态 不适合一个人在外生活 将她送进了疗养院 还保证每天都会来探望她 妹妹不像以前那样抗拒 默默接受了这个结果 纳瓦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心中白干交集 平复好情绪 纳瓦联系了丽兹 从视频来看 安妮是在冰冻里遇害 可六年前发现尸体的地方 附近没有冰冻 推测是凶手为了掩盖什么 故意在远离冰冻的镇上棄湿 其中可能就和视频里 那块骨头化石有关 丽兹带纳瓦找到老朋友布莱斯 那只视频里拍到的是 史前时代的金鱼化石 有一座冰冻倒是能找到这种化石 但是很危险 多年前出意外就被封闭了 巧合的是 有个叫欧提斯的人 曾绘制过冰冻地图 这个人正是彼得查到 和研究员受了同样伤势的男人 今晚是圣诞夜 纳瓦特意拜访了罗斯 别看他平时能脱手宰杀猎物 关键时刻 也能把家里装扮得温馨浪漫 毕竟罗斯定居小镇之前 还是个有慰望的教授 只是他不愿再写枯燥的文字 所以立即 选择搬家隐居 纳瓦妹妹在疗养院时 床底缓缓滚出了一个橙子 她扶下身子查看 母亲正趴在那里 还带着她独有的那根项链 长久以来的幻觉 让她活在极端的恐慌中 妹妹再也受不了这种生活 给纳瓦打去最后一通电话 将一副笛笛整整齐齐 朝着前方走去 丽丝回家途中接到电话 女儿又惹事了 她在跨业公司大门前涂鸦 被警察抓了个征兆 今天是圣诞夜 大家都不想惹麻烦 矿厂老板兼溜冰厂老板 接受了丽丝的道歉 答应先暂时放她女儿一马 女儿不领情 反而和丽丝大吵一架 不顾她的婉留 去了彼得妻子家留宿 丽丝看着提前准备的火机 一气之下 全都倒进垃圾桶 她边买醉 边研究安妮的视频 注意到画面结束时 突然一片黑暗 这似乎和研究所的那段视频相同 莫非是凶手 连维切断了电源 冰冻如果有电 就说明那里放了发电机 最近他们找到奥利福 就是个设备工程师 能拿到紧急发电机 但他对俩人如此恶劣的态度 难不成是因为心虚 彼得和纳瓦一起去了那人营地 奥利福早就逃着夭夭 留下满屋子灰尘 地上有一块画着神秘符号的纸板 以及刻着神秘符号的石头 据营地的人所说 上次莉泽和纳瓦来后第二天 奥利福就走了 灰尘路上 纳瓦接到海岸防卫队电话 得知了妹妹的死讯 他压下内心的剧痛 让彼得赶紧回去陪家人 曾一路加速往疗养院赶 途中碰见之前叫醒过 纠缠前女友的男人 他也懒得离婚 到了疗养院 对着工作人员就是一顿破口大妈 明白他的愤怒和痛苦需要宣泄 对方也默默承受了 可纳瓦还是不解气 反正将刚才的男人一顿暴揍 对方人多 纳瓦不敌 脸上身上都挂了彩 另一边 丽兹找到上司 本想重温旧梦 但对方又说起案件 政治之中还提到了 丽兹失去的儿子 此言一出 丽兹瞬间没了兴致 开车回家时 为了躲避北极熊不慎装上雪堆 大头熊在车窗前看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走开 丽兹一沾上沙发立马睡着 在梦里 又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儿子 处理好伤势的纳瓦 找他汇报近战 由于昨晚和人打架 他带走的符号石头不翼而飞 谈话中 纳瓦捡起一个北极熊玩偶 似乎在哪儿见过 丽兹确实正让他闭嘴 别提神神道道的事 纳瓦告诉他 妹妹死前被检测出遭遇症 和思觉失调 这些病母亲也有过 就像一个诅咒 家里每个人都逃不掉 而下一个 或许就是纳瓦 但丽兹确觉得 这就跟威廉暗时一样 纳瓦又钻进了牛角巾 之前办案时 他非说看见了 被威廉杀害的女生 所以后来才会被汉客 早就会调走 此时立志接到报案电话 有人在病原附近 看见了疑斯克拉克的身影 然而立刻高昂目的地搜查 这里是座废弃的挖泥船 里面到处画着诡异的画 包括那个神明的符号 楼上有人跑过 然而正想去追 纳瓦低头看见妹妹的尸体 可等他沿着楼梯爬下去 水池里早已空空如也 之间一串脚印向前延伸 脚印的终点是颗圣诞树 纳瓦一回头 妹妹刚好就在身后 立志追随跑动的人 来到一处房间 可这个身穿克拉克外套的男人 其实是他一直要找的欧提斯 对方看上去很恐惧 也无法解释外套的由来 立志问起克拉克的下落 欧提斯说 克拉克躲在暗夜国度 现在 他们都在暗夜国度 立志找到纳瓦 他神情呆滞地坐在地上 就如同研究员一样 他有耳膜破裂的伤势 索性并没有发生其他奇怪的事 纳瓦赶往殡仪馆 眼睁睁看着妹妹成立一捧灰 他隔着骨灰平拥抱妹妹 久久无法释怀 欧提斯被转移到医院 清醒了很多 三十年前 他曾遭遇过冰层塌陷 很多人都困在冰里死去 到处都充斥着惨叫和哀号 他顺着声音往前走去 却什么都没看见 再次恢复意识 已经到了医院 双眼灼伤 耳朵也废了 克拉克找欧提斯 这是为了得知活命的方法 但欧提斯也没有什么印象 克拉克就把大衣给他 让他躲起来 嘴里还念叨着 他醒了 冰冻的地图是欧提斯绘制的 他还清楚记得入口在哪 再三提醒 冰层就像玻璃一样薄 随时可能会塌陷 纳瓦将骨灰随身携带 和立子见了面 立子也不好过 整天忙于工作 管不了女儿丽娅 她和女朋友加入了抗议人群 四处游行 向矿业开采说不 立子两人赶往 欧提斯标记的地点 据说 冰冻位以迎天矿业所在地 可等他们到了现场 入口已经被炸毁 线索又一次中断 彼得妻子受不了 她天天不找家 收拾好她的行李 提出了离婚 彼得只能给父亲 打电话球收留 会溜溜地去投奔 新年前一天 丽娅和大部队一起 在矿场门口抗议 周警接到镇压通知 纳瓦也在同一批警备当中 现场双方情绪太过激烈 没多久就发生了肢体冲突 丽娅被一棍子打翻在地 曾山盟海市的女友转身就跑 还是纳瓦上前制止了其他警察 丽娅才矫禁逃脱 丽娅这边接到上司电话 矿场老板要丽娅 对抗议作出解释 又收到纳瓦通知 得知丽娅也在现场闹事 她无心在管 让彼得先将丽娅 关押48小时再做决定 彼得找到新线索 资助萨拉尔研究所的企业 塔特尔联合 是迎天矿业的合伙人 迎天矿业能在当地大肆开采 就是因为研究所开具了 不具备污染条件的证明 现在来看 这个证明根本没有说服力 但丽娅也明白 迎天矿业的势力和财力远超想象 绝不是他们这种人能够抗衡的 丽娅想到上司打来的那通电话 如约去了迎天矿业 但老板找她 根本不是为了抗议的事 而是调了监控 让她交代 为何要去冰冻入口调查 事到如今 丽娅只好坦白 怀疑几位科研人员的死 都和冰冻有关系 可上司拿出一份反应报告 坚称他们死于一场雪崩 加上温度过低 耳膜破裂 软组织受损都很正常 根本不存在谋杀 丽娅拿出迎天矿业的资助记录质问老板 上司却拒绝让老板回答 反而说几三年前 丽娅和那网负责过威廉的案子 最后的报告是自我了结 但他清楚 真相其实被两人藏了起来 跨业老板转头又找到汉克 当年他许诺 如果汉克为自己做事 就送汉克登上局长的位置 谁知后来总布下了命令 立志解忽 老板的承诺也没有完成 他顾忌重施 再次承诺 如果汉克解决掉欧提斯 就会重新向上面申请 让汉克夺回局长的位置 一位原住民带来螺旋符号的线索 老一辈通常会在冰冻上 挂着符号标记 提醒擅闯的猎人 地下冰冻会吞噬他们 将他们带到暗夜国度 冰冻入口被炸毁 但只要找到离地表最近的地方 打穿冰层就能进去 在冰冻里 后期才能找到安妮 和科研人员两起案件关联的线索 可由于上级施压 又牵扯出了威廉案 立志已经不打算执着调查 两个搭档意见不合 再一次不欢而散 纳瓦离开的同时 还顺手放走了被关案的丽娅 在罗斯的陪同下 纳瓦将妹妹的骨灰 撒进大海下的冰层 突然听见前方传了妹妹的呼喊 寻手缓步走去 眼前的景象发生变化 脚下冰层开裂 将她拉回现实 还是罗斯相救 纳瓦则幸免于难 丽娅整天待在彼得妻子家中 不肯见丽子一面 她只能亲自登门道歉 向女儿求和 谈话中得知 她会去抗议并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调查了迎天抗议的罪行 光是过去三个月里 就有九位母亲 因为死无染难传死亡 这个数据 足以让任何人震惊 绿斯亲自去了趟坟场 看着还来不及下葬的受害者们 哽咽了 舅舅说不出话 她本想重新捋一捋线索 回头看见鬼鬼祟祟的汉克 心里明白了什么 怀疑是上次和彼得 说过威廉的案件后 彼得私下调查 汉克通用他的电脑得知案件 又告诉了上司 而彼得会调查威廉案 其实是发现了异常 当年的报告说明 威廉用右手举枪自我了结 伤口确实也在右脑 可实际上 他却是个左撇子 并且 惨死在威廉手头的女性 不管胎记还是伤口 统统都显示在右边 但通过死者生前照片能看出来 脸上的胎记其实在左边 有人将大案的所有照片 都进行了左右翻转 案件是丽兹和纳瓦负责的 那么他们到底想隐藏什么 丽兹没有回答 而是让他多注意汉克的行踪 随后去了医院 准备将欧提斯接到自己家中 头中还给纳瓦拨起电话 通知他赶紧会合 调查冰冻真相 丽兹和欧提斯正研究地图 一阵敲门声传来 汉克假接上司的民意 需要逮捕欧提斯到警局审问 却拒绝让丽兹先让上司问个明白 看他丝毫不让步 汉克直接掏出枪 对准欧提斯连开两发 赶来的彼得亲眼目睹一切 支持得相求就不肯放下 见状 汉克之后坦白 当年他也帮忙处理了安妮的尸体 看汉克又举枪对准利兹 彼得不再犹豫 了结了他 那马上上来迟 刚进门就见到两具尸体 他阻止了想要上邦的利兹 一旦上司知道 肯定要想办法隐瞒 冰冻无法调查不说 彼得也可能会背锅 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由彼得处理掉两具尸体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而利兹和纳瓦 则继续调查冰冻 两人在冰面上走出窟窿 底下蜿蜒着错综复杂的隧道 接着手电筒又光走了好久 除了坚硬的冰层外 一无作祸 纳瓦耳边传了呼喊 他寻生往一条 仅能容纳一人的小路走去 利兹也在身后跟随 到了尽头 却是死路 可纳瓦却激动地说 就是这里 这里有他的声音 花音刚落 冰层裂开 两人跌进下一层冰洞 回头看见站在身后的克拉克 顾不上刚才的摔伤 两人一路小跑追过去 竟然来到和科研站相似的基地 他们的头上 是巨大的鲸鱼化石 基地有一种武器 和安妮身上的心形伤口相似 货架附近有拖动的痕迹 纳瓦随着线索深入 在货架后找到向上的秘密通道 打开顶端的门 他们抵达的 竟然是萨拉尔研究所 这也就说明 安妮的死和研究人员之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寻找克拉克时 莉兹不曾被他关进了冷冻室 纳瓦顺着地上的脚印走过去 悲响地中了计 被克拉克打倒 莉兹听见外面的动静 担心纳瓦的安危 好不愿意砸开冷冻室玻璃 赶过去才知道 纳瓦早就反败为事 制服了克拉克 他被捆绑在椅子上 似乎不愿意交代案件 纳瓦拿出安妮身前的视频 克拉克瞬间情绪激动 发狂般让他停止 见状 纳瓦直接给克拉克戴上耳机 让他循环听着安妮的惨叫反思 然而则来到研究所餐厅 勉強填爆肚子 看到边上里滚出的橙子 纳瓦不禁回忆 他的母亲最爱吃的就是橙子 十分钟过去 对于克拉克来说 就好像经历一整个世纪 他终于交代 研究所坚信 困在涌动层的微生物DNA 可以造福人类 一直在寻找 矿叶污染软化了涌动层 能减少抽取DNA时造成的破坏 研究速度得以快上数千倍 所以他们才会帮迎天矿叶 捏造污染数据 并要求制造更多污染 使涌动层更适合研究所作业 安妮就是发现了这个秘密 想要毁掉研究所 等克拉克听见惨叫声赶到 安妮已经危在旦夕 而她为了向其他人证明忠心 亲手掐死了安妮 但安妮为何会被割下舌头 克拉克根本不清楚 当时矿叶派汉克来遗失 舌头的事应该是她干的 但汉克已经成了冰冷的尸体 她的口中也无法说出真相了 丽兹快要控制不住杀人的冲动 走出门平静情绪 她想起威廉案 向纳瓦坦白 其实那一天 在纳瓦对威廉开枪之前 她就已经想要动手了 再一次审问克拉克 她坚持案发当天 感觉到安妮醒了 便跑到冰洞里躲起来 听着其他人的惨叫声瑟瑟发抖 过了几天 克拉克的受不了 爬上来正好和补给人 撞了个正着 她以为是安妮阴魂不散 又找了欧提斯询问保命的方法 却不曾想过 欧提斯出世时 安妮还没出生 两样前件根本没有关联 丽兹打算再晾她一晚上 正在小气 又被医生收下惊醒 而研究所居然断电了 她叫着纳瓦的名字 一直找到了室外 看见纳瓦正呆立在雪中 面前是克拉克的尸体 和几个科研人员如出一辙 唯一的线嘴又断了 但现在最可怕的是 断电后的研究所无法供暖 紧急发电机也无法运作 刺骨的寒冷 让两人产生了幻觉 时不时看见死去的克拉克 出现在眼前 暴风雪短时间内不会停止 两人只能在研究所 生起篝火取暖 纳瓦深深叨叨说着 丽兹死去的孩子 让她转告一些话 可丽兹不让大怒 当年孩子被困在车上死去 都不知道她是否害怕 是否呼喊了母亲 这件事是丽兹心中过不去的看 她不愿再提 扔下纳瓦 躲到了一旁 没多久 丽兹回到大厅 纳瓦已经不知所踪 她顶着寒风在冰原上行走 又出现幻觉 听见孩子在冰层下呼喊 瞬间 丽兹跌进冰河 长期的饥饿和寒冷 让她丧失了求生的能力 好在纳瓦及时拉住了她 将她拖转上岸 有了篝火的温暖 丽兹勉强恢复些许意识 恍惚中 和孩子的记忆 走马灯般闪过脑海 她清醒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询问纳瓦 孩子到底说了什么 得到的回答是 其实孩子死前 看到了丽兹正在想方设法救她 新年第一天 在罗斯的帮助下 彼得顺利将两具尸体丢进了冰河 纳瓦和丽兹复盘着案件 回忆起克拉克说过 他躲在地下通道时 听见有人砸门的声音 立正灵光一闪 在藏口拿了几瓶药水 撒在铁门上 用紫外线遗照 几个掌印清晰浮现 和之前研究所案的线索一样 有一个三指掌印 而小镇居民里 只有三指的人并不多 或许 蓝人一直都查错了方向 根本不该问 是谁杀了安妮 应该是 谁知道研究人员杀害了安妮 镇上的女人 基本都是清洁工 其中因为打扫时 意外发现地下通道 在基地里 找到了研究员杀害安妮的证据 另一人则是警局清洁工 团案也看见了安妮的伤口形状 他们深知背后肮脏的交易 不安肯定不了了之 在暴风雪四年的一天 女人们传进研究所 将加害者们通通拿下 除了躲在密当的克拉克 躲过一届 其余人都被带到雪地里 在弹药的威慑下 不得不透光身上的衣服 画上螺旋符号 让他们自生自灭 这是女人们为了安妮 所谋划的一场复仇 听完后 丽子和纳瓦做出了相同反应 上次早就给过事件报告 科研人员死于雪崩 案子早就结了 在这之后 丽子编造了完美的谎言 说汉克是想找欧提斯勒作 可能俩人没谈论 汉克一怒之下灭口 好事实在暴风雪中出了意外 就这样 丽子完美堵过了嫌疑 而纳瓦还录制了 科拉克工程迎天快夜的视频 他们造成的污染 就此得以终结 对于故事中的灵异现象 比如 纳瓦妹妹看到的母亲 以及她死后 纳瓦看见的灵体 最后也没有得到解释 不过之前提到过 姐妹俩的母亲有精神病史 或许他们看见的一切 只是幻觉罢了 不过对于开头的案件 故事倒是行进得十分合理 真相没有抛给超子恩力量 无非就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将暗黑国度和真相来对比 警察代表正义 即是光明 反之 在抛开他们的特殊情况下 所进行的必要杀戮 在剧中就代表着暗黑 暗尼案 汉克案 研究所案 所有的行为都属于暗黑国度 他行了 并未说明是哪个他 可能是安妮 也可能是他和千千万万个他的 某种结合 这部剧的深度就在于 不能只看表面对话 或许字里行间中 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含义呢 待会儿 多的 好 安全